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最近遭爆料 就是他任职于台安全部门的儿子 疑似是涉嫌召计 有八段性爱影片在网络上是疯传 甚至流出了他手拿健保卡的照片 而邱国正向蔡英文是口头请辞 但是却获得了蔡英文的胃流 而对于整个这个事件 桃源市的议员林涛他点出了三大疑点 那就是第一个为什么 就郭正儿子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会手里拿着健保卡来照相 第二个为什么刚好是这个时间点 来爆出这个案子 第三个呢是有没有防务外事机密资料 被掌握这个事情 那么而针对为什么会手拿着健保卡拍照 前面带郭正亮他说 这个是要确定客户 他不是警察 而国民党民带徐晓鑫他说 这次事件是内斗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应该要负最大责任的是安全部门 所以对于这个岛内现在的这个事情 我们来请教一下永平老师 邱国正他的儿子被爆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 您怎么解读呢 而且呢咱们知道邱国正已经之前多次的 就已经表态了不想留任 但是呢为什么党内民进党内还是没有放过他呢 是我觉得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太好了 因为如果邱国正流任的几率非常大 那你今天你说为了他的位子 你要把他拔掉 所以你去扯他儿子的丑闻 那等于用儿子的问题来牵连老爸 那这个或许还说得通 可是现在台湾的所有的解释啊 我认为绝大部分都讲不通 譬如说有人去跟国民党的立委爆料说 是因为邱国正党人财路 那这个是可能有的 因为毕竟因为两岸关系紧张 还有美国人的推波助澜 所以台湾的国防预算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然后购买的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里面可以藏污纳购上下起手的机会就很多 那邱国正呢毕竟是一个 这个老的职业军人出身 他比较有风骨 所以他多少会去挡住一些太离谱的事情 所以挡人财路当然可能有 问题是他520就不做了呀 你再怎么挡财路 你也没几天啊 那你现在何必去逗他呢 所以我认为挡人财路说不通 那另外呢 就这个说法大家听起来 我相信两岸的网友都会笑 他说的是大陆的共谍 跑到台湾来作乱 可是呢这条 我认为也说不通 一样是已经明知道会下台的 的一个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人 你就算共谍出动 他也要有成本 这个从投资跟成本效益 根本不好的情况下 干嘛要做这件事呢 你就等个几天 他自己就会鞠躬下台了呢 所以我觉得这条也说不通 那真正比较能说通的事情呢 还是属于叫做民进党的内部派系之争 或者是军方的内斗 那这里头又两种说法了 如果是民进党的内斗呢 他们就有可能根本是想要拥护文人部长 去取代军职部长 因为你用了文人部长呢 民进党比较好操控 从政治上比较容易操控 可是文人部长的坏处就是说 他对军方的领导统预呢 有困难 到时候可能叫不动 那现在两岸情势 大家都预估嘛 现在老师也是这样看 我跟他的看法差不多 我认为赖清德就算就职的时候讲软话 未来也很可能有硬动作 所以你如果真的把军职的 防卫部门的首长斗掉了 你要换一个文人来做 我觉得他压不住阵脚 他也会很短命 所以这个是民进党派系的一说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军系 经常在有的内斗 就是属于不同军种的斗争 像邱国正他出生的是陆军 那现在传出的 如果是军职要取代他的人选 都是海军的 那海军的偏偏呢 在他们手上又有非常庞大的 潜见的预算在手上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因为 这个想要这个军种内斗 或者甚至是海军里面的人在争议 那邱国正虽然他不做了 他会不会有比较想要支持谁 那如何怎么样 那这个属于很多机密内情啊 我们外面的人真的是看不懂 但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邱国正的儿子这个事件呢 第一个显示了台湾现在政治啊 已经斗争到非常没有人性 特别是民进党呢 自己带头为恶 已经把政治文化搞得很糟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儿子已经成年 还结了婚 自己还生了小孩 就算他作为一个国安人员 你去召集 拍影片 你也有你自己的上层的这个领导 也有相关的法律 你就去处罚他就好了 成年儿子的事情 爸爸怎么能管得到呢 爸爸要对 要对一个儿子 都结婚生子的儿子 又不能24小时监控他 也要把爸爸弄出来 跟人家道歉说 对不起我管教无方 所以我要提前辞职下台 我觉得我看了很难过 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 再怎么样重视家庭 重视什么 可是也没有相怨到这个程度 成年人的作为 不管儿女如何 他要全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个绝对不能够去波及 他的亲人或者是爸爸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那台湾的政治闹到这种程度 为了一个没有几天 他注定要下台的这个部门首长 我是真的觉得很寒心 我也对台湾现在政治文化 堕落到这种程度 内心觉得很难过 您刚才提到了 这场政治斗争当中 有人可能会把焦点 放在了一个文职的人员 可能要打算来取代 后面的他的所谓负责人的位置 现在有很多传言说是顾立雄 是顾立雄的事情就最离谱了 因为顾立雄呢 他虽然现在所负责的 是蔡英文旁边的这个 我们叫做国安事务的 这个秘书长负责人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 专业训练跟背景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 大家要了解他一生的训练 最重要的职业生涯都在做律师 律师的特色是什么 律师的特色就是 为了辩护人的利益 我什么话都可以说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就算假的 我也可以把你说成真的 黑的我也可以给你说成白的 因为律师就是要赢嘛 那这样的人本来他 这个从律师跑去管理 我们的金融监理机构 那个时候呢 全台湾的人就觉得 莫名其妙 他符合吗 发现这个人呢 在台湾他有个名词叫利百搭 就是说他什么搭配都可以 他这个人真的能干到 什么事都能做 就金融监理机构做完了呢 可以变成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 这个安全方面的顾问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对于一个你没有专业训练的人来讲 你太离谱了 那他本身的专业训练本来就很差 那他也不是对美国特别了解哦 如果说今天民进党很亲美 你说他因为跟美方关系特别好 他对美国非常了解 你重用他也很可能还有个道理 也没有 他也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蔡英文的人马 可是你看看 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就可以为了他觉得是自己人 好操控到这种程度 那这种其实对台湾民众来讲 大家看在心里 就觉得说你把我们的安全生命 甚至两岸关系 甚至国际情势都不放在眼里 其实民众也是挺寒心的 不过呢事情发展到目前这个情况 我倒认为顾立雄 可能他留任原职的机会 也许比他出任 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的机会 还要大一些也说不定 那主要就是看看赖清德 要不要对美国人宣誓效忠说 蔡归赖随 除了这个讲稿的问题 主要还有人事的部分 他是不是会把蔡英文的安全团队的 安全事务人员呢 留任一段时间 以做一种象征 可是我认为刚才谢兰老师对 赖清德的分析很有道理 赖清德是很固执的人 大家不能看短期 他520就算短暂的退让 或者他用人呢 留任蔡英文的人一段时间 那一定只是会一段过渡时间 很快的赖清德 当他觉得他大权在握 他能够掌控情势了以后 他一定全部会换成他自己的亲信跟人马 赖清德的风格一直是这样